好 事從剛看到的是 美國事實上各個媒體跟國會各界 事實上追殺中國打抗中保台牌的同時 華爾街日報再度預告 這一回合中國只要聲援普丁的話 一定會再度擴大封殺黑名單 對 沒錯 事實上美國一直在關注說 中國到底會不會伸手去支援俄羅斯 但是至少目前為止 沒有確切的提供致命武器 但是美國對於打壓中國的技術 還是毫不客氣 包括說根據最新的報導 因為我們到1月底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美國跟日本跟荷蘭 有召開一個類似是半導體的管制協定的商談 後來因為這個內容裡面 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那時機的內容沒有公布 於是美國的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他就仔細的調查 那批漏了說到底它裡面有什麼樣的內容 因為我們到去年10月的時候 拜登宣布所謂美國對中國的管制措施 包括說像14奈米以下的這個羅吉IC 18奈米以下的低潤 還有128成以上的這個內容的制裁之後 他擔心說只有我美國做好像沒辦法 所以他又找來的這個荷蘭跟日本來商談 那越底的時候他們已經有達成一個協議 但是他說這個協議不算是真正的協議 頂多是諒解 也就是說他們確定了一個大方向 那原本的白宮希望說舉行一個所謂簽約儀式 那這個儀式裡面來說除了因為台灣已經加入了 另外日本跟荷蘭也可以來一起來簽約 但是因為日本跟荷蘭就跟美國說 如果我們跟你簽約的話那是擺明了就跟中國翻臉 所以他們說我們不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他們還是用一個低調處理的這個方式 那也就是因為他們是用低調處理的方式 所以目前為止具體的內容不知道 但是我們能夠大概猜得出來 因為美國主要針對三個領域 一個是在晶片設計 一個是在晶片製造 還有另外一個在封裝測試裡面 那因為那裡面來說可以說是涵蓋這些東西 那裡面來說主要就是禁止 第一個禁止荷蘭跟日本 不要再向中國出售美方禁止的相關的設備 也就是說他們是根據美國的標準 然後按照怎樣的方式不能夠賣給中國的 你們就按照這樣的方式 第二個先進的光刻機裡面的很多東西 都不要再賣給相關的中國的公司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一段時間都會這樣做 然後他們審查的方式是用所謂的 如果最後的用戶是中國的話 那需要所謂的出入口的許可證 必須要進行審查 而且審查原則是拒絕推定 所以原則上是就是反正就拒絕掉了 除非是說有立案說OK才OK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狀況來說的話 這個DUV一定是不能夠賣給他 另外一個是這個EUV一定是不能夠賣 這個是極止外光機做先進製程的 另外一個是DUV DUV是佛化亞的這個 精準式的這個生子外光機 這個也不能夠賣 另外一個還有乾式的這個生子光刻機 還有生子外光刻機 還有這個影印的相關的這個設備 都不能夠賣 也就是說這些設備都不能夠賣的話 中國是幾乎完全被卡脖子 那如果以目前的 中國最先進的這個光刻機的技術呢 至少還落後這個荷蘭跟日本15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等於是說如果這樣做下去來說的話 根本是完全追殺 而且不只是說日本荷蘭都要遵循 現在下一步來說的話 美國可能會要求德國跟韓國 也都加入這樣一個狀況 好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中國半導體的封殺 可以說是建在懸上一定要出發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因為到最近一段時間 大家都在講到所謂AI晶片的這個事情 那根據美國的報導 美國呢未來可能會完全的封鎖 中國的這個晶片 特別是AI這個部分 那這個AI的部分來說的話 主要有一家公司叫浪潮科技 那浪潮科技主要是說 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AI的伺服器來說 應該市場率一半以上都是浪潮科技 那如果我假設我限制了 這個浪潮科技的晶片取得 譬如說NVIDIA或是AMD不賣給你來說的話 那你等於是說你在伺服器製造這一塊 你沒辦法做 沒辦法做來說 對於你在發展AI的這個儲存這一塊 就有非常大的壓力 另外一個 我針對你的這個晶片 譬如說我們澳洲AI生成的 最近很紅的這個CheckGBT 這個中國的包括說像百度TikTok 還有包括說像這個 這個所謂騰訊阿里巴巴都要發展 問題是美國我就把你 掐住所謂的NVIDIA的這個晶片 我不讓你發展 雖然中國 中國可以用最大量的這個 這個所謂人工的這個智慧去訓練它 但是還是發展會不如美國的晶片的這個發展 所以就是說拜登的下一步可能會針對這個中國的這個 AI晶片的這個發展來進行一個追殺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可能在加碼對於華為的這個追殺 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實上這個不要說這個美國不要說是針對這個中國是不是會支持俄羅斯這件事 實際上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美國就已經完全用殺招來對付中國 所以我覺得中美之間的接下來的這個科技的對抗 恐怕會越演越烈的一個情形 好那尾航剛剛講到